你敢相信吗 我的老婆竟然是鬼王 由于一次真心话大冒险 我说自己的胆子大 没想到这帮损友 竟然让我去江城西山公墓 居然让我在公墓里 找一张墓碑上的一项合影 当我到达时 公墓已经关门了 总感觉冷嗖嗖的 回忆起朋友们的叙述说 西山公墓是江城有名的怪事多发帝 听说 有守门的老头在晚上关门下班时 看到许多穿白衣服的女子 都是长发遮住脸 用一种僵硬而缓慢的步子走着 之后她就辞职不干了 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还有传说 每到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 西山公墓方圆三里地都是生人物尽 不小心闯进来的人 就会听到各种婴儿 女人的哭声 想到这里我留下了冷汗 并安慰自己说 哪有那么邪恶 随后我壮着胆子寻找合影的对象 发现一个墓碑上 有个漂亮女孩的异象 此时的我也被照片上的女生吸引住了 看得我差点就恋爱了 感慨道 真是可惜了 这样一个大美女 这么早就走了 随后我说道 美女莫怪 小弟只是借你照片一用 这可不是侵犯你的肖像权 我先付钱啊 在下面你可以拿去 卖喜欢的衣服 宝宝鞋子什么的 心想虽然老子胆子大 但这些东西想给墓主供奉一下 好歹也求个心安 随后我就把名帝蜡烛什么的点燃了 这时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与墓主人来了一个合影 当我起身刚要离开时 只见后面蜡烛的火焰都熄灭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安慰自己说 一定是风吹的 不要想太多 自己吓自己容易狗呆 随后我就撒腿狂奔 想要快点离开这里 可是跑着跑着突然 前面出现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正被对着我向前走着 我心想 这大晚上的坟地里 这种打扮可是要吓死人的呀 大晚上的不睡觉 哪家的死丫头吃饱了 撑得来墓地瞎转悠 不会是梦游吧 我乐得去 说是这么说 但大晚上的 突然看到这么一白衣妹子 心里还是有点范畜 不过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也不能让人家一妹子 在墓地瞎转悠不适 随后我对她喊道 美 美女 谁啊 怎么这个时候来公墓啊 还是快回家吧 不然吓坏了就不好了 女子辈对着我说 回家 对 我这不正要准备回家吗 只见她回头对我说道 我住的地方就在你后面 遇到女鬼不要慌 只需要拿出小攻击 用童子尿解决她 实在不行就给她来一口精血 让她无所遁形 且看我如何对付美丽女鬼 此刻的我吓得魂都出来了 只听我熬的一声 你妈鬼啊 只见我一百八十脉的速度狂奔而去 记得上次跑这么快 还是小学时候被疯狗追啊 当我看到我守抚的墓碑时 感觉怎么这么眼熟呢 上面的一项不就是自己之前合影的那个妹子 也就是追自己的女鬼吗 不然后面传来了声音说 你倒是继续跑啊 不跑的话 会被我吃掉的恶小弟弟 我此时的理解是 神 什么 被吃掉小弟弟 我擦 我哭着奔跑说道 哇 不要啊 现在的鬼怎么还有耗这口的 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 我拼命地跑着 十分钟 二十分钟我竟然还在跑 只见女鬼坐在墓碑上悠闲地看着我 我想我擦 我怎么还在这里 这时美丽的女鬼竟然跟我打招呼 我一个亮枪滑行出十几米 我想 完了完了 这操弹的女鬼弄出鬼打墙 是要把我玩死在这里啊 我还是纯洁小处男 连女人的嘴都没亲过就要死在这了吗 突然我灵光一闪 以前好像在某本书上看过说童子尿 是可以破除鬼物的邪法 甚至伤害到厉鬼的 好吧 拼了 单身狗原来也有好处的 随后说道 豁出去了 这时女鬼也蒙了 哎 她在干什么 随后气愤地就要收拾我 而我此时对着女鬼说道 来一掘刺熊吧 妖孽 让你尝尝我的味道 女鬼此时脸色羞红地说 下流 流氓 我对着她喊道 你一个厉鬼还在乎这个 你刚才不是还想着要吃掉我的小弟弟吗 放马过来啊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我竟然尿不出来怎么办 急 再现的 这时女鬼向我冲来说道 流氓去死吧 我提着裤子说 平时不是总说下尿了 下尿了吗 胃毛我是被吓得根本尿不出来啊 此刻我集中生智 好像中指血也可以辟邪的吧 随后我把中指刚想要咬 可是食指连心 下不去嘴啊 平日里指头稍微破个小口就疼得不行 现在要自己硬生生地咬出血来 能做到的人都是壮士 可是被女鬼追得满山跑 不想当壮士就只能当烈士了 豁出去了 只听公墓里嗷嗷的惨叫声 随后我回头朝向女鬼 从口中喷出一口老血 只见女鬼此时很是痛苦 并说道 啊 好烫啊 好烫啊 此时公墓大门出现了 鬼打墙好像也解除了 果然有效 我泪流满面地想到得救了 我拼命狂奔 只见身后烟尘四起 当我跑出公墓时总算松了一口气 心想 中指血果然有用 老子总算是活着出来了 与此同时 女鬼说 嘿嘿 不但姓名知道了 刚才又在公墓里答应做我男朋友 现在连本命精血都给了我 这辈子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当我回到之前的地方找朋友时 他们居然全都走了 太不够意思了 此时的我已经荆蹄力尽 心想 明天再找这些不讲义气的东西算账 预知后事如何 关注我 下集更精彩 你敢相信吗 这个女鬼居然要和我同居 而且还要我叫她女王大人 让我以后供奉她 还让我每个月供奉一头猪 一只鸡 一只羊就行 我只能答应 因为我是真害怕她呀 书接上回 当我回到家时 洗了把脸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回忆起 今天发生的事 真的是有些恐怖啊 随后我软倒在床上 因为真的太累了 跑了将近一个小时啊 此刻我也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汗味 便去洗澡了 可是总感觉有声音 突然一只手在玻璃上滑过 然后伸进来了 我大惊失色 鬼 女鬼 绝对是从西山公墓跟过来的 随后手不见了 而且卫生间门也好好的关着 我在想是不是我累得出现幻觉了 当我出来正要穿衣服时 那个女鬼居然就飘在我的上空 并说道 你是逃不掉的 此刻我本想大声喊叫 但是我一想我要是喊出来 他不得解决我呀 我赶忙捂住嘴 只听他说道 小弟弟 乖乖的 老老实实地听话 否则 姐姐就吃了你 可是你敢相信吗 我这时居然对他有了感觉 此刻脑海里被他占据了 我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此时他愤怒说 你又在瞎想什么呢 我立马恢复清醒说 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啊 女鬼姐姐 求求你告诉我 要么就吃了我 别再这样折磨我 亡我了 他说 很简单 叫我女王大人 从此以后 供奉我 我此刻蒙了 啥 女王大人 供奉你 啥意思 女鬼随后说道 很简单 就是给我摆好香案 烧香点辣 水果供品 每月换一次三生六处 三生六处是什么鬼 那是用来晋升名或者祖先的吧 你一个女鬼也承受得起 只见她的手指瞬间便常说道 怎么小子 不听我的 我赶忙说 我供奉 我供奉还不行吗 当她离去后我一想惨了 一时迫于对她的恐惧答应了那女鬼 可我根本没那么多马内来供奉她 香火 瓜果等供品就算了 可每个月换整蜘蛛 羊鸡 从哪弄那么多生活费啊 突然我的脑海有了办法 心想我真是个天才啊 知识就是力量 鬼算什么 没有什么是马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多花一点 果然我在网上还真的能找到抓鬼去鞋的大事 我果然聪明 随后我在网上果断下单 嘿嘿 期待明天到来啊 又是爱收拾的一天 音乐走起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随后我来的三百六十度转体 然后完美着地 姿势要正确标准 要问因为什么吗 听我慢慢到来 只见我焦急地在那里等待着抓鬼的高人 如果今晚等不来抓鬼的高人 估计自己就真要倒霉了 只见一个先锋盗鼓一脸正气的人走来 我瞬间眼睛亮起 看起来就是专业人士 就是他了 我赶忙上前说 哎呀 李道长 总算等到你了 这时这位李道长说道 你是富阳 不必多说 先带平道去你家 等着捉拿那害人的厉鬼便是 平道必定让气魂飞魄散 此刻我安心了 看起来很有排面的样子 高人风范了 随后回到家里后 我把事情都和李道长详细地说了一遍 只见李道长神情放松 完全没把这当事 我此刻更加确信李道长 一定能把那个女鬼赶走 随后只见李道长拿出三张福禄 拍在桌子上说道 天门洞 地门开 千里童子巨魂纱 然后福禄居然飘了起来 很是神奇 这时的我已经百分百相信 这下一定可以搞定那个女鬼 随后感觉屋里居然有风刮起一样 嗖嗖的阴风里还有女人的哭声 听的人直起鸡皮疙瘩 我想难道是真的被盗法拒来了呀 李道长的法力的确高强 那个叫董维可的女鬼 要被抓住彻底消灭 打得魂飞魄散了吗 此刻我却犹豫了 心里对他多了些不舍 此时只听到李道长说道 女鬼 哪里逃 还不给平道死来 随后甩出浮尘喊道 女鬼哪里走 受死 然后李道长说道 平道总算不负厚望 已经消灭了这只女鬼 叫她魂飞魄散了 我对李道长说 大师厉害 我马上给你付款好评 李道长说 淡定 基本操作而已 可是突然红色的雾气出现 很突然 我看着雾气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时道长眼眸 这是啥情况啊 只见道长瞬间跳起 坐在我怀里 我很诧异地看着道长说 道 道长 你怎么了 随后他不好意思地下来了 这时雾气中女鬼的声音传来 我说你胆子很大吗 本女王下达的命令你不但不遵守 还敢找到谁来抓我是吗 好 很好 随后只见我和道长的脸 好像被无数的拳头打呀 我委屈地蜷缩在床上不敢出声了 而此刻道长直接被揍哭了 像是受欺负的孩子 随后跪在地上求饶 哭着说 这位仙女 我牢里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您 大人大量 就把我给放了吧 随后女鬼真的让她走了 可是她不想放过我呀 空气突然安静了 我知道我废了 这顿打是跑不了了 随后只见我来的托马斯转体无数圈后 以一个漂亮姿势跪在女鬼面前 不对是女王 要不又要挨收拾了 此时她说话了 如果还有下次一定比这次还刺激哦 这个女鬼居然让我叫她女王大人 还让我用最好的供艇供奉她 由于我找驱魔道长来抓她 反而被她一顿揍后 我只能认命了 答应她给她做最好的牌位 供奉最好的香蜡纸钱和瓜果 因为此时我真的知道她的恐怖 当她离开后我陷入了深思 我他们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还要养她 是不是逗难吗 我无力地瘫软在沙发上 明天只能找兼职 打工赚钱了 第二天早上 我在电脑上看着兼职广告 送快递一小时气快 不行啊 这个太便宜了 跟做苦力一样 根本赚不够三生的钱 英语家教 一百块一小时 需要英语过八级 这个工资倒是高 可特么我是学渣呀 能及格不挂科就是人品爆发了 抛粪工 你妈 这个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这工作和我的颜值不匹配啊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我无奈地抱着头 老天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养她呀 突然一个信息引起我的注意 校医院夜班执行门卫 晚十点到六点 三百块一次 有一折请携带学生证 前往校医院后勤出报名 我欣喜若狂啊 就是这个了 不需要太好的学习成绩 也不算辛苦 工资也不低 很靠谱 我关上电脑高兴地说 就是她了 校医院是校办企业 隶属于医学系 虽然不是三甲和二甲这种高级医院 但是也小有名气 校医院有三栋楼 两星一旧 中间是个花园 方便有些住院病人散步 而医院的后勤办公室 就在东北方那栋老楼的一楼 平日里去的人也不多 有些阴森森的 当我来到招聘处时 居然没人排队 这就奇怪了 这么好的兼职 招聘处居然这么冷清 不过这样也好 就没人和我竞争了 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吓我一跳 把我冷汗都吓出来了 我赶忙说道 主任 我是新闻学院的富阳 你可以叫我小富 我来应聘校医院的夜班知情门卫 随后主任说道 知道了 进来 当我刚坐下就听主任说 你被录用了 随后拿出录用书说 工作时间是每周二 周四 周六的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我此刻 有点懵懵心想 啊 这就录用了 这么轻松 工资高的工作没人来竞争 此刻我的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了 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这时主任又说道 不过 有几个事情你要注意一下 绝对不能违背 知道吗 我赶忙说道 好的主任您说 保证完成任务 主任会告诉我什么呢 预知后续如何 下季告诉你哦 我老婆是鬼王 她还让我叫她女王大人 我现在的生活痛苦并快乐着 为了养活她不得不去校医院 兼职夜班执勤门卫 书接上回 此时主任说 第一 你的岗位虽然是门卫 但实际上也需要寻夜的 每天晚上要对三栋楼寻夜两次 因为楼里也有职业班的护士和医生 其实只是走个行事 第二 凌晨三点到四点这一个小时 你必须老老实实待在门卫视里 无论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能出来乱走 我诧异地问 为什么 可是主任并没有回答我 继续说道 第三 工作时出了意外 你自己要负全责 此刻我的心慌得一笔啊 一份校医院职业的工作 砸搞得跟要上前线打仗似的 还要千生死状呢 还有什么危险不成 可是一想家里有个女王大人要养 只能安慰自己说 肯定没啥危险的吧 一定是这样的 没办法呀 只能签字了 随后主任把张仪盖着就算成了 之后我就离开了 心想 养的女鬼 咋跟养的老婆一样 真弄花呀 不坚持养不起啊 当我回家后买了最好的瓜果 香竹 我说道 我的女王大人 东西已经给你弄好了 下个月一号会开始给你供奉竹 羊 鸡三生的 明星幸好 就不要总出来吓我了 这时排位一个冷哼声传出 吓得我跌倒在地 此刻的我真害怕他再出来揍我一顿啊 夜幕降临 我来到校医院 当我来到后勤室时 一个大爷正在等着我 并说道 来了呀 小伙子 我刚想要介绍自己说 你好 我是 没等我说完大爷就拿出一串钥匙说 拿着 我说 大爷 我只是来值个夜班 给我这么多钥匙干嘛 突然大爷对我吼道 也废话 张主任不是跟你说过不仅仅是要当夜间门卫 还需要巡逻和其他工作吗 拿着 我当时心里想到 老糊涂的东西 不是看你年纪大 这么凶小爷 我直接就是上来就是干 看着他我心想 好气 第一天值班就跟我吼 突然大爷回头问我一句 小伙子 你的八字 很硬吗 我愣在那里说 八字很硬 啥意思 只见大爷大笑着离开了 我站在那想 这大爷大晚上的跟我开着玩笑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歇 随后我掏出手机坐在那里刷具 不知不觉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应该出去巡逻了吧 心想 最好别发生点什么事 总感觉怪怪的呢 我的老婆是鬼王 可是她让我叫她女王大人 为养活女王大人我不得不做兼职 夜班 校医院巡逻 职夜班 茶岗太平间什么的 对我这种热血少年就不是个事 我胆战心惊地拿着手电 照亮空荡荡地走廊 突然我感觉全身冷嗖嗖的 不自觉地打个冷战 晚上一个人在医院里巡逻 还真有点叫人头皮发麻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师当初设计的 太坑了 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太平间 突然旁边的草丛中传出哗啦啦的响声 一个人引向太平间方向奔去 我心想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会又撞鬼了吧 刚从公墓里面招惹回一只凶猛的女鬼 哪有这么快又撞鬼的道理 而且如果不是鬼 是人的话 那我这算是王护之首了 工资得不到 恐怕还要被责任 我崩溃地喊道 能不能别在我值班的时候出来啊 大哥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太平间那里看看情况 我对自己说 富阳你是超人 你很厉害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我学过几年散打 自信对付两三的女人问题不大 随后我走了进去 我只感到一阵阴风这地方是真的有点圣人了 我站在太平间里喊道 别装神弄鬼了 现在乖乖给我出来 这事还有私了的机会 要不然黑黑 可是突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瞬间傻眼了 那你 什么情况 可是我一想我有钥匙啊 有本事你从外面给我锁上 卡弹 门从外面锁上了 我啪啪打自己的脸啊 我这嘴是有毒吗 专门坑自己 突然感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冷汗留下说 感觉是一只手 后面一股阴气 那你 怎么办 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猛然转过头喊道 是谁 这太吓人了 比真的出现鬼还可怕呀 来再多老子也不怕 尼玛有种就让这里全部的死尸 都来干我呀 随后床上的尸体似乎在回应我的召唤 居然都动了起来 只见所有的尸体都红着眼睛朝我奔来 我对着我的脸就是无数个大嘴巴子 我的嘴怎么就这么牵呢 妈呀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呀 这哥们有多牛 竟然跟僵尸尬舞 来音乐走起 书接上回 我回头就撩啊 可是一想 不行啊 门被锁了呀 逃不掉了 这下捅了僵尸窝了 怎么办 我突然回头说 等一下 这时僵尸诧异地看我 也有点猛了 只见我摆好舞姿 此时我就像迈克尔杰克逊附体一样 就看到僵尸也被我的舞姿所感染 随着我的舞姿一起跳了起来 只见我像引领潮流一样 所有的僵尸都跟随着我的舞步一起摇摆 回头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僵尸 正深情地注视着我 盛情难缺呀 随后我搂起她舞起了优美的华尔兹 当舞蹈结束时 我一个媚眼过去 随后来一个绯闻 只见女僵尸已经完全沦陷 突然两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 旁边的男僵尸不干了 就要收拾我 我一看情况不妙 只能跳窗逃跑 还是小命要紧啊 随后我再来一个空中转体 看我沉于落雁时 只听啪的一声 我的脸与墙面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我只能忍着疼痛起身就跑 因为那些僵尸已经朝我追来 我心想 哎呦喂 疼死老子了 难怪那狗日的张主任让我签免则合同 这首个夜还守出生命危险了 当我跑到人工湖旁 突然想到 等等 我记得美国大片里僵尸都是不会游泳的 真是妙啊 随后我跳进湖里看着僵尸想到 果然有效 那些僵硬的死尸围在水塘边 根本不敢下来 然后朝他们竖起了中指说 怎么样 想抓老子没那么容易 只见我学着沈腾的经典画面对他们说 你们下来啊 下来啊 突然我在湖面上发现了一缕头发 然后说道 黑乎乎的 丝丝缕缕的 这不是女人的头发吗 难道水下面有鬼啊 完了 我为什么要说出来 随后就像有什么东西把我拉入水中 此时我想 完了 小爷今天是灾了 可怜我连那女鬼 董维克手都没摸过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 竟将我从水塘中拉出 我被救出后 跪在地上不停地干呕 此时一个声音响起 说道 小兄弟 大晚上可不能乱下水游泳了 当我回头看到救我的人时 心想 不愧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个大帅哥 然后我就惊恐地说 鬼 贼劲可怕 还有那水里有水鬼 给我拖入了水里 说不明白了 不信你看 一纸糊里啥也没有 我当时就懵了 我擦 玩我呢 我又只向旁边说 还有那边的僵尸 一大堆 刚才我们还在告我 只见那里什么都没有 此时那人用一种 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想完了 我不会被当成神经病吧 我老婆是鬼王 他竟让我叫他女王大人 为了养女王大人 我不得不去校医院兼职夜班巡逻 与僵尸告 遇水鬼纠缠 有幸被人救起逃过一劫 从而让他误会我脑袋有问题 书接上回 此时男子对我说道 小兄弟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学校里的大学生吧 跟你说 少看点 我老婆是鬼王 这样的漫画 容易碰到女鬼啊 随后他说 你是来这里兼职的 我叫赵缺 是这里的医生 说起来也算是你的学长 我不好意思说 多谢救命之恩 然后赵缺说道 我也是江城大学医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就留在校医院任职了 今晚恰好在医务室值班 觉得烦闷就出来走走 结果就发现了你 我试探地说 赵学长 你刚才真的没有看到鬼 随后赵学长微笑地说 你是因为独自巡夜 太害怕产生幻觉了吧 我在这里当了快十年医生了 从来没有听过校医院闹鬼啊 别想太多 快回去吧 浑身湿透了容易感冒 然后我对他说 那我就告辞了兄弟 再次感谢 我转身大喊着向值班师跑去 随后只见水里伸出来一个头 对着岸上的赵缺说 师兄 一定要把争斗扩散到凡人身上去吗 与此同时 我回到值班师用力地关上了门 然后说道 妈爷 可算回来了 真倒了八辈子没了呀 第一天晚上就出这么幺蛾子的事 随后 我赶紧把诗衣服脱了下来 此刻我以筋疲力尽 困得不行 想到 后半夜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事了呀 不然哥就要裸奔了 之后我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手机的闹铃声响起 当我睁开眼睛时 看到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 只听一声尖叫 鬼啊 这时主任说 富阳 你这就不对了 执勤时赤身裸体地睡大觉 我不好意思地说 主任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因为昨晚太可怕了 我巡逻时遇到了鬼 只见主任亲着眼眶对我说 别扯淡 那也不是你能殴打主任的理由啊 随后 我跪在沙发上说道 主任 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校医院真的很恐怖 要不是我是个小机灵鬼 早就见马克思了 主任也干脆 直接说道 那好 既然这么恐怖 那你就别干了 我把一天工的工资给你结了 你走吧 我当时有点猛 心想 你嘛 你不按套路出牌啊 难道不是应该先安慰我一份 再加点钱 然后继续鼓励我干下去的吗 随后赶忙说道 主任我就是开玩笑了 想想这工作贼特么刺激 还能斩妖出魔 我从小就在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中长大 怎么可能怕鬼呢 核心价值观这块拿捏得死死了 然后我被一脚踢出门外 主任的声音从值班室里传出 衣服穿好 别跟个变态一样裸奔 你想拥有这样的女鬼老婆吗 她的身高一米七左右 该秃的地方秃 她拥有完美的身材 最重要的是她这条大长腿 每次都让我泪流满面 当我回到家时 站在门口想到 这要是每次值班都闹鬼 这谁顶得住啊 要想个办法才行 好困难 还是家里舒服 接着睡会儿 我刚进门 女王的牌位就有了反应 我害怕地靠在墙边 想到难道女鬼在家 正当我要悄悄地返回卧室时 一个声音传来 小弟弟 要不要和姐姐一起吃早饭了 然后我冷汗直流 并说道 女王大人 您在家呀 当我回头时 被眼前的一幕惊艳到 只见此时女王大人 穿着一身家具休闲装 停停欲力地站在那里 完了 我被攻陷了 此刻我脑海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痛苦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我不 别这样不要折磨我了 我怎么三番两次地 对这个女鬼有非分之想 难道我思想有问题 只是以前没有发现吗 此刻女王也发现了我的不对 愤怒地说 你在想什么 好大的胆子 随后一声惨叫声传出 整栋楼都能听得见 只见我此时已经贴在墙上下不来了 我随后委屈地说 我胆子当然不小 不然怎么敢为了 给你赚香火钱 去校医院职业班 还遇到鬼吗 对了 女王大人 你能不能 女王看着我说 干什么 只见我靠近女王说 女王大人 既然我为你服务 那是不是还保障一下我的基本安全吗 女王诧异地说 我看你挺抗奏的 能有什么危险 说吧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赶忙过去伺候其女王 并把我在校医院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她 然后我表现出非常可怜的样子说 女王大人 你看你法力高强 能不能想个办法 要么去跟医院里那些鬼兄弟 鬼姐妹们打个招呼 此刻她也很诧异说 还有这种事 现在我不方便过去 我给你一道鬼气 到了真正的生死关头才能用 有没有效果 我不负责 我心想 这女鬼肯定是属于鬼里面很厉害的 她的鬼气肯定好用 只见鬼气围绕着她的手指 随后点在我的额头上 哇这种感觉 酥酥麻麻 一股力量就好像打通了任多二脉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感觉时 啪的一声 女王一巴掌给我打醒说道 想什么呢 我委屈地想到 一言不合就家暴 这时她说道 好了 干你自己的事吧 本女王要休息了 随后她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那里享有了女王大人的鬼气 突然感觉安全了很多呀 我倒是想看看到底谁厉害 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职业的时候都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灵异事件发生 就好像那天晚上太平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一样 福袋这么忘我的呀 好像我真的是智障一样 自从遇到女王大人后 我的身边就不断发生很多诡异的事 校医院我与僵尸诈诈 湖中又与水鬼纠缠 之后还会有什么诡异的事发生呢 这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 随后接起电话说道 咋了 大早上吵什么呢 不知道我最近晚上打工兼职吗 只听电话那边人说 是我 老赵 出事了 狗子的女朋友 独独 死了 他在那寻死逆过了 你快回寝室一趟 随后我飞快地穿好衣服 就出了门 当我赶到寝室时 四周烟雾弥漫 烟雾之中我看到老赵狗子 大牛 在那里神情严肃 只见狗子此时流着眼泪 看着我说 富阳 我 没等话说完 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狗子看起来非常的几乎 我说 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旁边的老赵说 昨晚狗子他女朋友 独独没回宿舍 去校办宾馆住的 结果今天一大早就被发现死在客房里了 最近一段时间临近期末 各院系的学习压力都不大 所以学校就和台湾一所兄弟高校搞了个交流伙 台湾那所高校有几十的学生来这边交流学习 说白了就是玩 就需要一些志愿者行 狗子的女友独独就入学了 双方都是年轻人 一个星期玩下来 感情都很好 所以昨晚欢送晚宴就玩得很嗨 等结束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 女生宿舍都关门了 五独等时来的志愿者又办 只能留在校办宾馆和台湾高校同学们一起睡 大约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和独独同屋的那个台湾女生起来上厕所 才发现独独已经死在了床上 当警方到了校办宾馆之后封锁了现场 当我们知道消息后 我们立刻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却被拦在了外面 无论如何不让进 大闹一场也无济于事 随后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官和 一同赶来的辅导员确认了一下死者信息 然后让校方通知家属 就把尸体拉回了警察局 我听完后说道 也就是说 从今天凌晨发现独独死亡之后 根本没有人见过尸体 只见老赵伤心地说道 警方和负责处理 这件事的副校长亲眼见过独独的遗体 其他人应该都没有 连独独他们戏的辅导员 都没让进去看尸体 只是通过照片和手机等随身物 进行了身份确认 随后我疑惑地说道 所以现在 我们能确认的就是复死 至于怎么死 自杀还是擦杀 一体状况 离合这些信息一概不知 这时大牛说道 小布 咱们四个人里面就你胆子最大 心眼最多 你想想办法 帮帮狗子 然后狗子泪流满面地说道 兄弟 帮帮我 帮帮我 独独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和我的感情也很好 我们本打算毕业就结婚 现在一切都混了 他不可能自杀 一定是有人害他 此时我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心想 对方谈了这么多年的女朋友 说没就没 而且现在连一点信息都不知道 换做是谁都不好受的 后面我还会遇到什么离奇的事情 敬请期待下一集 一个住在宾馆的女孩 却离奇死亡 而且跟他同住的女生 居然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而这个女孩就是我朋友 狗子的女友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书接上回 既然校方和警方都不太愿意公布信息 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去调查清楚 好兄弟的女朋友 绝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随后兵分两路 我与老赵去调查狗子女友的事 大牛留下负责照顾狗子 走出寝室后老赵说 小傅 我总觉得狗子女朋友这事透着诡异 我说 管他的 先查查 至少弄清楚 赌赌究竟是怎么死的 此刻我的心里却想到 老子这段时间见得妖魔鬼怪多了 家里就养着一个呢 不在乎再多一点 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 老赵通过自己的学弟 知道了和狗子女友睡一个房间的女生叫婷婷 发生了命案 她又是第一证人 校办宾馆她是打死不敢再住了 学校在校职工宿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还专门调拨了一个年轻的女辅导员去陪着一块住 当我们赶到时 竟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开的门 当时我和老赵就被这个女生迷住了 随后我和老赵就抢着介绍自己 此时女生也不好意思向我们打招呼 说 你们好 然后女生回头对屋里喊道 婷婷 好像有人来找你了 这时我惊讶地说道 这个辅导员咋这么活泼 而且看样子年纪不大 此刻旁边的老赵犯着花痴说道 傅阳 我恋爱了 我说 先做正事 而且你不会连辅导员都打主了 可是当我们进入房间后 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女孩后 我和老赵感觉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随后老赵捂着头说 完了 我和辅导员缘分已尽 这时女子站起来说 我不认识你们 如果是打听昨晚的事情去问警察吧 我把知道的都说了 只见我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老赵在旁边说道 你个没骨气的家伙 才见面就下跪 我赵英俊就是饿死也不会下跪的 当我硬拉着老赵跪下时 老赵在我旁边小声地嘀咕说 干得漂亮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怎么不早说 随后我看着老赵小声说 快哭 只见我这时痛哭流涕 喊着 好惨啊 狗子好惨啊 旁边老赵哭得比我还惨 泪流不止 这时旁边的女生不得不和我们说 好吧 我告诉你们当时的情况吧 昨天是这样的 我们玩到十一点多才结束 回到房间 并没有立即睡觉 就躺在床上聊天 到了十二点才互到晚安睡下 可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凉嗖嗖的 凌晨五点多的样子 睡梦中 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古怪的动静 把我吵醒了 忽然感觉旁边有两个人的声音 低沉急促的喘息 伴随剧烈的扭动和挣扎 我试探地喊了一声 却没有回应 但黑暗里 隔壁床上的动静越来越大 我有点害怕 看不清楚 就去开灯 按下了按钮 灯却没亮 房间还是一片漆黑 我心中充满了恐惧 随后我找到应急的手电 走到嘟嘟的床前说 嘟嘟你在干什么 嘟嘟你别笑我 只见嘟嘟面目猙獰 嘴巴张得老大 随后我发出恐惧的叫声 傅阳一行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里会有什么线索呢 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当我推开门时 门里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人感觉浑身难受 阿黄说道 这个房间有古怪 当我们走进房间时 感觉四周阴气弥漫 好像置身水潭中一样 阿黄此时闭目 口中念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语 老子们知道念的是什么吗 可以畅所欲言 评论曲见 随后阿黄抛出手中的佛珠 只见佛珠竟然飞了起来 我和老赵当时就被这手震住了 我心想阿黄现在已经是别人眼里的高人了 随后佛珠静落到窗台上 发现了一片黑色的鸟羽毛和一条水草 应该是那水眼诗身上留下的 看来杀掉赌赌后 它应该是从窗户出去的 随后阿黄说道 灵场里面 有池塘之类的积水处吗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没错 灵场中心就是一个人工湖 叫灵星湖 虽然不是很大 但挺深的 阿黄说 水眼诗和那些背后操纵的滚匠 很可能就在灵场深处的湖里 不行 我要去那里看看 这时只见旁边的老刘说 又一个女生死 死法和那个杨毒毒一样 都是好好地睡在自己床上 夜里突然溺水而死 我和老赵对视野说道 水眼诗 这么快就又开始作案了吗 阿黄说的没错 一旦出现这种利鬼 那死的人就绝对不止一个 肯定会接二连三出现 睡梦中溺水而亡的人 随后阿黄对老刘说 你先去处理公务吧 看来我得抓紧去灵场里的湖边看看 老刘说 好 注意安全 随后我们就来到了灵场 这时阿黄说 你俩想好了 真打算一块去啊 虽然是白天应该问题不大 我与老赵靠在一起说 大黄你什么意思 我们才不是胆小鬼 当我们到达灵星湖后 阿黄先是一惊 随后便是一直在看附近的树 我说 怎么了阿黄 这些树又不是女的 看这么起经干嘛 阿黄却激动地说 你小子能不能别在我紧张的时候开玩笑啊 这些居然都是槐树 我问道 槐树有什么问题 阿黄说道 哪个疯子在阴气这么重的地方种树 如果不出鬼 那才是真的有鬼 问题大了呀 白字怎么写 那就是植物里的鬼 是阴气最重的树 哪个小区种两三棵就不太妙了 很容易招鬼 这灵星湖边上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环绕着整个湖了 全都是 起码有几百棵 我此时感觉一股粮一桶几倍直出茅 让人直打寒战 我颤抖地说 阿黄咋办 阿黄说 现在一切情况不清楚 这里的危险程度超出我的想象 富阳不跟你开玩笑 你和你是有先回去吧 我当时反驳道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事是我引起来的 算我坑你 咋能留你一个人 然后跑回去呢 老赵也说 我老赵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我也留下 阿黄说 人越多越危险 老赵说 富阳 还是你陪着阿黄吧 我就不添乱了 随后只见老赵如一阵风一样跑开了 我心想这速度可以去跑长跑 下集更精彩哦 这样的女鬼谁能下得了手解决啊 根本叫人无法出手啊 看阿黄如何逗女鬼 阿黄拿出福禄说道 急急如律令 三轻刺无微 只见福禄向着湖中心飞去 随后便钻入水中 向深处射去 阿黄说道 好了 等等看这灵星湖有多深吧 可是两分钟过去了 还没有动静 阿黄此刻慌了 惊讶地说 这不可能啊 而就在此时福禄从水里飞出 阿黄留下冷汗说道 怎么会 超过了五十米 这是想把地给挖穿吗 贸然下水就是找死 今晚我要开个隐身符 正在这里守夜 守株待兔 随后阿黄将一个符禄 拍在地上喊道 阵法 气 只见无数光芒瞬间 将我们包围了起来 我不禁惊呼 哇 好厉害 我对阿黄说 这就可以了 阿黄说 在其他人或者鬼屋眼里 看这还是漆黑一片 甚至咱们在阵法那个 大吼大叫鬼也发现不了的 夜幕降临 只见水面出现无数的气泡 随后一只手伸了出来 我看着湖面说 水面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可是瞬间他便冲了过来 速度非常的快 然而就在他马上到我们身前时 却被弹开了 当他停住身形时 我们被眼前的女鬼惊艳到了 我瞬间变成花痴样说道 阿黄他好漂亮啊 阿黄说 别被表象迷惑 你看他那张脸一看 就像韩国回来的 随后女鬼轻惊乍气 气愤地再次向我们冲了过来 阿黄也冲了出去迎击女鬼 双方便站在了一起 你来我往 随后阿黄就被击倒后退 这时只见阿黄身体光芒乍现 女鬼赶忙捂住眼睛 阿黄发现破绽 瞬间用剑刺向女鬼 可是下一秒 他却化作河水的形状 消失不见了 阿黄说 小心一点 他应该还在附近 突然我的脚下竟然出现一滩水 随后气泡冒出 女鬼竟然从我的脚下钻出 我集中生智用手指戳中他的眼睛 他发出痛苦声音说 啊 我的眼睛 而此时我的手指感觉要被腐蚀掉了 随后阿黄又和女鬼站在了一起 我不禁感慨道 阿黄他真的不一样了 现在的他真的成为了抓鬼大师 虽然 神棍黄能和这女鬼较量一番 但却始终占不到便宜 只见那女鬼 突然使用一招凌空舞步 神棍黄就被踢出二十米开外了 女鬼趁机想要一招解决她 突然神棍黄摆出等下的造型 弄得女鬼也是一脸猛 随后他又说道 有种你站在那里别动 那女鬼也是看出来 我们俩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随后便调戏地说 哎呦 我好害怕 有什么厉害的招数赶紧用啊 阿黄的嘴皮子 确实比他的功夫要厉害很多 他还在那里挑衅地对女鬼说 你等着 等我想出一个厉害的法术 一会儿就让你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女鬼也确实是有点 太看不起我俩了 还真就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让我们想办法 这时 神棍黄突然把他的陶木剑递给我 并告诉我 一会儿 他去吸引女鬼的注意力 让我趁女鬼不注意 在木剑上撒泡尿 虽然我不知道 这招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啥他不尿呢 随后 神棍黄便和女鬼扯起皮来 不得不说 他的口才还是挺厉害的 逗得那女鬼大笑起来 而我也趁此时机 把木剑附魔成功 然后偷偷交给他 随后 神棍黄提剑 就向女鬼冲去 那一刻我感觉那木剑 都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虽然木剑没有刺中那女鬼 但是 附魔的液体 却甩到他嘴里 女鬼以为 我俩在木剑上涂上的是毒药 还无所谓的说自己百毒不清 如果他知道那液体 是我刚刚撒的尿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我这时也向神棍黄问道 这到底有没有用啊 神棍黄尴尬的说他也拿不准 如果没用的话 我俩肯定就得交代在这了 我俩话还没说完 只见那女鬼就浑身发出红光 好像自然了一样 并且发出痛苦的哀嚎 随后从他口中吐出好多忧魂 然后颤颤巍巍地落在地上 神棍黄也看出 那女鬼这时的力量 被削弱了很多 只见他拿起木剑 念了一长串我听不懂的语言 然后便向那女鬼刺去 被我们用秘法削弱后的女鬼 和神棍黄再一次冰刃相见 他们都将用出自己最强的一击 接触的瞬间电视火光 连他们脚下的大地都变得破碎不堪 随后 神棍黄请出三清剑阵 只见他居然多出两个分身 从各个角度向女鬼攻去 女鬼也是不堪重负 在神棍黄不断的连击下 终于败下阵来 即使女鬼再厉害 终究还是逃不过因果循环 被打败的女鬼 也在瞬间化成一滩湖水 就在我庆祝神棍黄胜利之时 身后却传来让人恐怖的声音 跑什么呀大哥哥 来陪我玩游戏啊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在我们对付女鬼之前 这里就还有一个唱着童谣的小鬼 我们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 头上长着犄角的小鬼 出现在我们身后 并且他周围还散发着阵阵阴气 手中还拿着一个怪球 待我仔细一看 小鬼手中拿的哪里是什么球啊 那明明是一颗人头 神棍黄此时也认出来 这是鬼君 是比女鬼高了好几个级别的存在 一旦出现 必然是腥风血雨 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意思 但是我知道 眼前这个小鬼 一定是个狠角 神棍黄和我说道 逃跑是不可能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说话间 他拿起木剑进行蓄力 随后便高高跃起 直奔鬼君去 那小鬼也是黑黑一笑 然后将手中的人头 向阿黄扔去 接触的瞬间 周边爆发出刺眼的红光 待红光散去后 那颗人头啪的一下碎了一地 而神棍黄却也跪倒在地 看来 那小鬼随便的一击 都已经让神棍黄吃不消了 他转过头来告诉我 富阳 待会儿我拖住他 你自己想办法逃命 能跑多快跑多快 否则 咱俩都得交代在这 虽然这是我也很害怕 但是我们是兄弟 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突然 鬼君一跃而起 向我俩的方向飞来 就在眼瞅着抓到我俩之时 他却停在了半空中 原来神棍黄刚刚在原地 布了一道法阵 趁此时机 我俩转身就跑 赶到自己被设计之后的 鬼君怒火中烧 轰的一下 就把法阵给破了 阿黄也没想到 才两秒的时间 那鬼君就破坏了他的法阵 看来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 突然后方传来一阵强大的引力 阿黄就这样被猛地吸走了 然后 鬼君向他背后狠狠地顶去 此时的阿黄 已经贪坐在树下 鬼君也向他慢慢地走去 鬼君强大的实力 确实让我们大为震撼 此时受伤的阿黄 也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让我赶紧逃跑 不过 如果我逃了 那阿黄 必定会死于鬼君之手 我一辈子 可能都会怪自己软弱无能 不行 我绝不会让阿黄出事的 即使赌上自己的性命 我也要和鬼君拼上一拼 绝不能把阿黄自己扔下 只见我拿起一块板砖 就向鬼君冲去 就在马上要拍在他头上之时 那小鬼 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我的手 居然停在空中迟迟不动 随后居然不听使唤地 向我自己拍来 顿时我感觉天旋地转 倒在地上不能起身 那小鬼也是趁此机会 腾空而起骑在我的肩膀上 然后伸出手指 要在我的头上开个洞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额头处突然爆发出一阵能量 然后缓缓地出现第三只眼睛 那小鬼也是被突来的变故 搞得一头雾水 趁此空挡 我一把将他从我身上甩了出去 然后用板砖 狠狠打在他的头上 那一板砖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直接将他打飞数十米远 待他起身之后 我才发现 那一击居然把他的头打碎了一半 疼得那小鬼 也是哇哇直叫后落荒而逃 不过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过那鬼君逃跑了 对于我来说 确实是个好神 就在我沾沾自喜之时 董威可从天而降 他解释道 是他给我的那道鬼气起了作用 而且训斥我是不是疯了 赶来搅和这事 等回家再和我算账 我心想不管怎么样 这也算是减条命 还是赶紧回家吧 于是我背上神棍黄 就向医院跑去 但由于刚才体力消耗过大 再加上身后背着阿黄 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这时 女鬼一把拉住我的手 接触的瞬间 我感觉到她的手软弱无骨 皮肤非常光滑 我们两个相隔这么近 我都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幽像 就在此时 我突然想到 她不是鬼吗 为什么能握住我的手 我记得阿黄说过 一般的厉鬼都是用障眼法害人 只有非常凶的鬼物 才能以实体造成伤害 难道董威可他也是个超级厉鬼 就在我浮想翩翩之时 女鬼可能也感觉到 一丝异常 她突然放开我的手说 就送我们到这里吧 剩下的事 我自己善后 她累了要先回家 我也没办法 只能看着她消失在空中 我只能自己 赶紧把阿黄送到医院 并联系刘警官告诉她 我们今晚的遭遇 但我从医院出来后 才想起我今天晚上需要职业班的 我居然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叫傅杨 这几天在我身边发生了许多灵异事件 而且还有一只女鬼住在我家里 就在刚刚结束鬼君的事之后 我却因为忘记值班被主任给开除了 没办法 真是倒霉到家了 但是不论怎么样 我还是要感谢一下 住在我家里 那位女王大人的救命之恩 就在我对她的排位三扣九拜之时 她却突然出现在客厅 并且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道 我要警告你一下 你最好别去烫灵场的那滩浑水 你知道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东西 我回到 我发小说 那东西是鬼君 挺厉害的 看到我明明知道那是鬼君 却还要参与其中后 气得她说要吃了我 其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知道她是在吓唬我 因为我感觉这女鬼并不想害我 反而心思单纯 就像欲解身材罗利心的女孩 在她看出我一定要查明真相的态度后 也是一脸的吃惊 而且得知我是为了帮助朋友后 更是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 为了以后我还能供奉她 不至于英年早逝 她决定传我一招法术 或许在关键时刻能保住我的小命 随后 她便让我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要想 这时 她从口中吐出一丝精气 然后小心翼翼将精气 压缩成一个光球后猛地向我额头拍来 不多时 我突然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 而且现在的我身处在一片血红色的空间内 并且身边还有很多妖怪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天空却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 就是一声巨大的吼叫 就在我抬头望去之时 那裂口 突然变成一张大嘴向我咬来 吓得我大呼救命 不过也就在这时 我也突然回到现实 刚才的感觉真是太真实了 我赶紧向房间喊去 女王大人 你在哪里 只见 供奉她的牌位传来声音 本女王已经累了 已经回去睡觉了 你别忘记第一次三生供奉的日子 在这之前 都不要打扰我了 我赶紧问道 你得告诉我法术咋用啊 这时她让我看自己的右手 而且和我说 今天不可以在家里住 没办法 我赶紧灰溜溜地 从家里出来 我也好奇地看向自己的右手 只见我的掌心处 好像变成了一张 能吞噬天地的大嘴 并且伴有吼叫声 我心想到 这是哪门子法术啊 在手上长出一个恐怖的嘴来 而且也没叫我怎么施展啊 算了 先不管了 还是先找双手套戴上吧 今天只能去医院陪护阿黄了 其实我不知道 那女鬼为了我已经 已经消耗了九成九的力量 而她传给我的法术叫做 荒室 是轨道中最神秘的一个道术 在我到了阿黄的病房之后 突然发现 有一个穿着警服妹子 而且 从背面看去 简直就是无可挑剔的大美女啊 我叫傅杨 被女鬼赶出家门的我 刚来到阿黄的病房 就看见一位身穿警服的美女 天哪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啊 虽然比不上家里 那位脾气暴躁的女鬼 不过 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大火然 通过她的自我介绍 我知道了 她叫赵珊珊 因为刘队调去省城总队了 她是来接替调查女大学生 梦中溺亡案件的 这时 我也赶紧和她介绍到 我是神棍黄的发小 可能看到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放 那女警官说到局里 还有事情要处理 等黄大师醒了后 就打电话通知她 然后一起商量之后的案件进展情况 我也赶紧说道 有事 你先忙 回去的路上小心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一定要告诉我 不过现在的我 却一直没有松开她手的意思 因为这样的美女 确实不多见 突然 我看见和我握手的美女 一瞬间变成了女鬼的模样 吓得我赶紧松开她的手 带送走赵珊珊之后 我就在病房中挽起了手机 不多时 我又想要吁吁的感觉 于是我便向卫生间走去 你还别说 虽然这医院装修没几年 但是走廊的灯还坏了好几个 自己走还真有些恐怖 于是我哼着小曲压压惊 故意搞出点声音给自己壮胆 虽然我也经历了好几次灵异事件 算是见过一些场面的人了 不过这里可是职业班 遇到过太平间行事的医院 就在我刚到卫生间的时候 突然感觉肚子咕噜噜的叫 有小号变成大号了 我也安慰自己 快点拉完 然后赶紧回病房去 我正蹲在马桶上畅快淋漓的时候 突然听见有脚步声 我心想到刚才 一路上也没看到其他病房有人入住 也就是说这四楼 现在只有我和昏迷的阿黄在才对 那脚步声是谁发出的 难道试职业班的医生 也来上厕所了 我努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 仔细地听出 这脚步声很有规律 奇怪的是 还伴随点沙沙的声音 好像是有东西在地上拖着一栋发出来的 这时 我突然通过门缝看到 门的另一侧出现一双脚 我感觉我的心脏都提到嗓子眼了 忽然 我突然听到啪哒一声 好像门前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 随后一个小球就滚落在我脚旁边 待我仔细一看 我靠 这不是人的眼球吗 还真是有鬼把我堵在厕所门口了啊 我赶紧提上裤子 准备撞开门冲出去 要死也要死在外面啊 这要是死在马桶上了 老子一世英明就完蛋了啊 我叫傅杨 自从家里住了一只女鬼之后 身边总是发生灵异的事情 就连在医院上的厕所的功夫都能碰见 没办法 为了保住一世英明 不至于死在厕所里 我决定冲出去 可是 就在我推开门的一瞬间 我却突然来到了目的 而且周围的气氛还十分恐怖 我心想到 可能又是中了什么鬼法术了 就在我感到恐惧 想要回退之时 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而且黏乎乎的 难道是把刚才的那颗眼珠子给踩爆了吗 这也太恶心了 还是让我回到厕所里去吧 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见呲啦呲啦的声音 就好像手指甲抓黑板一样 特别刺耳 我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行尸 已经从墓地里爬了出来 说实话 那行尸长得还真挺恶心的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了 只见我从地上 拿起一块石砖 就向他扔去 随后一招大飞脚 就将那行尸踢回墓地里 就在我庆祝首战告圣之时 突然从各个墓地里 又爬出很多行尸 这又不是打群架 也太不讲武德了 我也只能先跑为静 毕竟 好汉不吃眼前亏 就在我大不留心 向前奔跑的时候 忽然一只鬼手从地上伸出来 一把抓住我的脚踝处 紧接着 我就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还没等我有所反应 一只行尸就向我扑来 这时的我也来不及多想 只能伸手护住我帅气的脸庞 突然 我右手上的图腾闪出光芒 在行尸接触到我的一瞬间 他居然被我的右手给吸收了 难道说 这就是女王教我的法术啊 这也太酷了 现在的我感觉自己 已经被战神附体了 左侧吸收一个 右侧再来一个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些行尸就全部被我消灭了 这可不得了了 这法术简直为所欲为啊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能吸进去 突然 我周围的环境 还真被吸入手中 这时的我也再次回到厕所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啊 刚才的一切真是太危险了 还好回到了现实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就在我转身要跑之时 突然感觉耳后 传来一丝良意 我一转头 只见一只厉鬼张大着嘴巴向我咬来 我也不啰嗦 召唤出荒视 就向厉鬼冲去 刚一个照面 那厉鬼就被我吸入体内 但是这次我突然感觉到 一股暴力的气息 顺着我的右手钻入我的身体 最后 在心脏的位置沉淀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刚才吞噬了那么多的行尸 都没有这种感觉 原来前面的行尸 都是由这只厉鬼制造出来的幻觉 并不是真的 所以我才不会有反应 我叫傅杨 就在一分钟前 刚刚吸收一只厉鬼 当我回到阿黄病房的时候 天都已经亮了 随后阿黄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就在我要叫医生 来给他做检查的时候 这家伙不知道发什么疯 非说我不是抚养 而是被厉鬼附身了 我心想他不是脑子摔坏了吧 随后他手掐发掘 就向我的额头拍来 我来不及躲闪 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下子 而且 这家伙看到符咒 对我没有用 还以为我是比较厉害的那种恶鬼 紧接着又噼里啪啦的 给我一顿打 我说大哥呀 你可别再打了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这时他还好奇 为什么他的正鬼印 对我没有用 我这时也反应过来 是不是 我刚才右手吞噬了那只厉鬼 又或者是女王大人 给我传宫的时候 身上就带有了鬼气 所以阿皇 才会误解我被附身 看来关于女王大人的事 肯定是瞒不住了 于是 我便和神棍黄交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说的会声会色 他听得一脸猛逼 不过 他突然站起身来说到别闹了 鬼物 怎么可能经得起三生六畜 这样的供奉 这样会让他魂飞魄散的 而且鬼物也不会教人类法术的 看到他不相信 我直接把手掌给他看 不过他仔细端向后 却什么都看不到 难道这玩意儿 只有我自己能看到 为了证明我没有骗他 我决定带他回家去看证据 就在我俩刚刚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神棍黄却停下身来 并且一脸震惊地和我说 不用去你家 我相信你的话了 原来此时的阿皇 已经看见我家小区 中间有一座高耸路云的鬼门 并且他对我解释道 这是鬼门关的虚影 是一种实力的自然彰显 也是为了提醒一些抓鬼的道士 不要招惹他们 记得到门 传说这个境界叫鬼王 我不可思议地问 我家女王 真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阿皇更是略有感悟地说道 怪不得那晚 我昏迷后 你小子居然能把鬼君打跑呢 原来都是你老婆 帮的忙吧 对了这次 可以让你老婆出面给解决一下 只见 我无奈地说道 我家女王说了 直到下个月一后 供奉她之前 她都不会再出现了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对了 在你昏迷的时候 刑警队来了一个大美女副队长 还让我们有事联系她呢 听到我说大美女 阿皇这家伙 也是来了精神 于是我们 赶紧给赵珊珊打电话沟通 随后 我们便约定一起到档案馆 看看有没有临场 修建时候的资料记载 到了约定时间 只见赵珊珊 早已到了约定店 她身着一身警服 看到我俩口水都流了出来 在进入档案室后才发现 这里存放了整个学校的修建历史 最后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我们还是找到了我们需要的资料 我叫傅杨 为了调查梦中溺水案 我和阿皇陪同美女景花 一起来到档案馆 我们在一本书当中 找到了当时江城大学林场建造的档案 资料里说 现在的林场 在抗日时期是一片万人坑 等到抗战胜利后 又由于饥荒而死的平民都扔在这 所以机缘巧合下 变成了一个乱葬岗 民国时期 在这里也发生了很多灵异事件 后来被政府修建成一个公园 不过闹鬼的事却越来越多了 没办法 有关部门只能拼命寻找能人意识 来镇压此处的殷器 后来一个路过此地的道士 看出这里怨气冲天 绝对要出手镇压 于是按照这个神秘道士的指示 就在此处 修建了一个用来作为镇眼的人工壶 当林场和林星壶完工的当天 那位高人就仰天大笑三生后 羽化先去了 当我们想继续向后翻看之时 发现关键的一页 却被人撕掉了 我们通过分析 像这种专业性质的书 应该很少有人查阅的 而且从书页的毛边看 应该也是最近才被撕掉的 没办法 这条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我们决定还是先回去再说 就在我起身要走之时 突然看见拐角处躲着一个神秘人 看来这件事一定和他有关 我转身就向他跑去 这家伙还戴了一个面具 难道他来档案馆开化庄务会啊 看来我必须要追上他了 因为他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不过这家伙跑得是真快啊 而且在我抓到他的一瞬间 他一个回身就把我摔倒在地 这时赵珊珊和阿黄也跑了出来 看到我坐在地上就知道 我没抓住他 不过我却从那人身上撕下来一块布 经过赵珊珊的勘察后 发现这就是一块蓝色丝绸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过这种布料在市面上确实很少见 难道说这是私人定制的东西 这下好了线索全断了 就在这时赵珊珊的手机突然响了 经过他们的调查 确实发现了两起案件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两个受害者全部都是 农历七月十五日凌晨出生的 神棍黄此时惊讶地说 这个时间是鬼门关打开的时间 而且这两个受害者全部都是英女 所谓的英女就是体质和气息偏英属性的女子 每年的七月十五日都是民间所说的鬼节 这一天鬼门关大开 百鬼夜行 而这天出生的女孩 大多数都会比较容易见到鬼怪 或者听到一些阴森恐怖的声音 所以这些人会被成为英女 我叫傅杨 在调查梦中溺水案时 我们发现被害者全部都是英女 此时阿黄也提示道 如果我们能在学校系统中查到学生的生日 那应该就能找到猛鬼的下一个目标是谁 说干就干 我们立马来到警局 通过技术部的调查 我们很快就发现 学校还有五名学生是此时间出生的女孩 算上已经遇害的两人 江城大学居然有七人是英女 这是不是也太巧合了 就在此时 我突然发现 我的女神秦妹居然也在名单上 他们看到我过激的反应后 我赶紧解释道 这个秦妹是我同学 平日关系也不错 没想到也在死亡名单上 这时赵珊珊也说道 别担心 我们会派专案组 密切保护这五个人的 看出我的小心思的神棍黄 也赶紧说 这个秦妹交给我和傅杨吧 一来是熟人 二来也给你们警方分担些压力 在从警局出来后 神棍黄产妹的和我说道 你小子行啊 家里养着一个鬼王当老婆 外面还勾搭一个叫秦妹的 而且还和赵珊珊眉来眼去的 我赶紧解释道 别下说了你 我还是赶紧和秦妹联系一下吧 于是我赶紧给秦妹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她有重要的是和她说 并且和她约在操场那边的咖啡馆见面 大约半个小时后 秦妹终于来了 不得不说 漂亮的女人总是会赢得男士的欢迎 就在她刚到咖啡馆后 大部分的男性都向秦妹看去 神棍黄更是看得直流口水 待她坐下后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阿皇 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 向她叙述了一遍 她先是惊讶地问道 有鬼想杀我 后又用到不幸的表情说 富阳弟弟啊 你想天天跟在我身后就直说吗 何必编这些故事呢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很讲究的人 在旁边附和道 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她向秦妹介绍到自己叫狸方 认识的人都叫她方少 秦妹也是大方地介绍着自己 看得出来 这个狸方还是个有钱人 毕竟手上戴的可是劳力士啊 而且这个家伙也不客气地 坐在了我们桌上 这时的神棍黄给我投了一个眼色 我明白了 他肯定是要整整这个狸方 只见他拿出一张道符 在上面写了一个P字 然后借着去洗手间的功夫 将符咒贴在了他衣服上 就在狸方和秦妹侃侃而谈的时候 突然狸方放了一个很响的P 饮得咖啡馆中的很多人 都向我们这里看 狸方这时也懵了 不过此时的他 还在一个劲地放屁 秦妹也是嫌弃地向他望去 好像在说都别看我 这个人我不认识 没办法 因为狸方现在根本控制不住地放屁 他赶紧灰溜溜地向外跑去 神棍黄在此时也对秦妹说道 怎么样 我这批神贴还不错吧 这是我的一个小法术而已 这时的秦妹也知道了 原来是我俩搞的鬼 通过此事 他也终于相信了我俩的话 并且同意我俩做他的贴身保镖 我叫傅杨 为了保护女神 不被厉鬼所害 我和阿黄决定寸步不离地保护他 就连他上厕所 我俩都要有一个人在门口等他 这不 现在秦妹就和他同学 一同进了女厕所 没办法 我只能尽职尽责地站在门口 随后我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俩刚刚进到卫生间时 恶鬼就已经从壁画里 钻出一缕头发 并且向秦妹的方向游去 此时的他还在和同学 东扯西扯的 完全不知道危险 已经在他脚下了 突然 最后那一缕长发就缠住他的全身 为了不让他发出喊叫 那鬼发还堵住了他的嘴 让他连救命都喊不出来 此时 秦妹的同学也疑惑地问他 为什么突然就不说话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只见 那鬼发已经将秦妹死死地缠住 而且 向远处拖拽着 就在马上就要 将他拖进壁画之时 他同学发出的呼救声 让我感觉到了异常 只见我赶紧使用 传信符通知阿皇后 便快速跑进厕所 那鬼君 还真是对秦妹下手了 眼见秦妹就要被拖进壁画之中 我一把抓住秦妹的腰 然后就和鬼发做起了拉锯战 虽然姿势不太雅观 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多想了 就在我俩僵持之时 那鬼发也突然死死地 锁住我的脖子 让我不能呼吸 我深知 此时我一定不能松手 否则秦妹必死无疑 不过还好 神棍黄在接到我的通知后 也马上赶了过来 他一见 就斩断了绑在我脖子上的头发 然后请出三亲见证向壁画攻去 那鬼发可能知道自己不是阿皇的对手 松开秦妹后就消失了 由于力道突然消失 秦妹也是一个不小心就摔在我身上 然后一下就抱住 看得出来 此时的她也是惊魂未定 不过现在的阿皇却失落万分 因为确实是她的出现才救了我俩 为了保护秦妹不再受到伤害 我们把她带回了家 经过分析 今天袭击我们的鬼东西应该是怨妹 是许多负面情绪 在极英之地凝聚成的一种低级妖怪 一般妖物都有灵体和实体的划分 灵体就是厉鬼 主要是利用幻觉 障眼法等骇人 实体的就如僵尸 行尸等 他们没有灵魂 就是纯粹的杀人机器 不过我们在灵场遇见的鬼君不只有肉身 而且还有智慧 这说明 他应该是十分罕见的失魂魔 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 魂魄和肉身分别修炼 到了时期成熟后 合二为一就会成为失魂魔 实力堪比鬼王 看来 那鬼君的魂魄 一定是躲在其他地方修炼 先放出僵尸化的肉身来试探我们 等到他 及其七个英语的魂魄后 就会进行融合 为了不让事态再次扩展 我们决定 先让赵珊珊那边加快速度 去灵星湖底看看 说不定鬼君的肉身就在那 同时 我们也猜测 民国时期的那个神秘高人 肯定也会在灵场留下封印的阵法 我和阿黄去找找看 如果能双管齐下 也许很快就会解决掉这个大毒瘤 我叫富阳 为了找到鬼君的肉身 我和阿黄一大早就来到灵星湖 同时 赵珊珊还带来了三位专业的潜水员 为了不让他们抢了我们的风头 阿黄决定 我们两个也一同深入湖底 其实 我内心是比较抗拒的 就借口说 警方只提供了三套潜水设备 没有多余的 我们根本不能一同前往 直接阿黄拿出两张符咒 念了几句道诀后 就一把将符咒贴在我胸口处 然后猛的就把我向湖里推去 还向我解释说 这符咒 能让我一个小时之内 在水里自由地呼吸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俩就一同落入水中 此时的赵珊珊 也着急地让三位潜水员 下去来保护我俩的安全 在我落入水中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阻碍 无论呼吸还是动作都比较顺畅 感觉自己并不像在水里一样 就这样 我们一行五人向湖底游去 就在我们距离湖底 还有几米的时候 发现下面好像有东西 有一股怪力 在向下拉探测杆 突然 一只鬼手从湖底伸出 他抓住探测杆 就向其中一位潜水员扎去 待我们仔细一看后 发现这湖底密密麻麻的 全是鬼手 看来这里的情况 比我们预料的严重很多 为了潜水员的安全 我们决定他们先上去 我和阿黄断后 就在此时 那些鬼手一起胡乱地挥舞起来 把湖底的一大片淤泥都弄得翻涌起来 这里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我和阿黄彼此都看不见对方 就在此时 突然一缕鬼发缠住我的腰 然后用力地把我向湖底拉去 我心想到 完了 这一下可死定了 而且 这湖底的感觉非常冰冷 而且还带着腐臭的气息 不多时 我的意识 就开始变得恍惚起来 难道我就这样死了吗 我不甘心 家里还有一个凶巴巴的女鬼 等着我去供奉她呢 男人的承诺 必须要做到 我不能死 我要活下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额头处突然显现出一个图腾 同时还散发出一股很强的阴气 这股阴气 也使那驴鬼发松开了我 待我清醒过来后 发现现在的我正处于真正的零星湖底 而且看样子 这里是天然形成的洞穴 不行我得赶紧找找这里 有没有出口 不然自己还是会有危险 经过短暂的寻找 还真让我找到了一条密道 通过密道后 映入我眼帘的居然是一座庙宇 这里的视线非常的暗 但是我却发现 这里长着一种会发光的草 没办法只能先拿起一把 进到里面看看了 我叫傅阳 为了找到鬼君的肉身 误打误撞 找到一个用人骨修建的庙宇 为了弄清真相 就算知道危险 也必须进去一探了 就在我刚刚打开大门之时 一阵很强的阴风 就向我吹来 我真的很好奇 什么人才会到这里祭拜啊 究竟是拜神还是拜鬼 我小心翼翼地走入大堂 这里除了是用白骨建造的 其他还真没有什么区别 这时 我突然看见香岸上 有一些黑乎乎的东西 我走近一看 妈的 这里居然放着用什么东西 熏制过的人心 这地方真是太邪门了 居然用人心来祭祀 这得邪恶到什么程度 我还是赶紧找找 有没有出口吧 此处不可久留啊 就在我转身之时 突然发现 旁边有一尊黑色的佛像 而且这佛像的表情 特别的暴力和凶狠 忽然 我发现这佛像的手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由于光线太暗 于是我拿出一颗 发光草巷那里扔去 等到发光草窝下之后 我才看清楚 那黑佛手中居然是鬼君 看来 我们猜测的果然没错 这里就是鬼君的藏身之处 现在他这具残破的肉身 应该就是在这里养伤 既然这样 那我这一次肯定把他弄死 只见我三步 并坐两步的 就爬到了黑佛手上 等我离近了一看 这鬼君身上 还盖着蓝色的衣服 和档案馆那个神秘人的衣服 是一样的 果然是人和鬼勾结起来 干坏事啊 我拿起地上的一块砖头 就要送这小家伙上路 经过一顿拍打后 我发现这熊孩子的肉身 十分坚硬 刚才的打击 对他根本没有什么伤害 反而把我自己累得够呛 但是一想到 这家伙想害我的女神 我就怒火中烧 又向他拍去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把他的一只手给砸掉了 就在我想给他最后一击之时 这熊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向我发出一道鬼气 由于距离太近 我根本躲闪不开 就这样 我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下 看来还是低估了鬼君的实力 看我倒在地上不起 这小家伙也是嘲讽地说道 大哥哥 你砸够没有啊 我叫富阳 就在刚才 我唤醒了 正在养伤的鬼君 而且还受了鬼君致命的一击 现在的我浑身疼痛 爬都爬不起来 早知道 一开始就应该把这熊孩子的 两只胳膊都给砸断了 现在可好 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而且鬼君的报复心 还非常强 恐怕他要一点一点折磨我至死啊 估计这次 我是真的玩犊子了 看到我不能动他 这熊孩子 还嘲讽地问我是先打断我的左腿 还是右腿呢 不过 虽然现在的我打不过他 但是在气势上 我绝不能输 反正也是一死 还不如现在骂骂他也好 在我的一顿语言输出后 鬼君也是背弃得够呛 突然他一脚 将我踢飞数十米 趁我不能动的空荡 他高高跃起 就要给我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 从我身后传来一股正气 直接打在鬼君身上 延缓了他的攻击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阿皇及时赶到 为了活命 我也连滚带爬地 向阿皇的方向跑去 不过那鬼君 却没有想放走我的意思 直接向我后背打来 看到危险临近 我也用尽全身力气 直接一个鲤鱼打亭躲了过去 这时 阿皇也发出几道正气 将鬼君死死地控制在原地 然后请出三清剑阵就向他攻去 就在木剑砍在鬼君脖颈处时 却发现这小鬼的肉身硬的狠 根本砍不进去 这一剑打在他身上 毫发无伤 阿皇也是感到惊讶 因为这时的鬼君 已经遍体鳞伤了 没想到还这么厉害 直接阿皇将木剑紧贴额头处 然后念叨 三清刺无微 急急如律令 随后他便洒出去很多道符 只见接触的瞬间 那鬼君身上 就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并且他身上还着起火来 烧得他哇哇直叫 看来这次他肯定要完蛋了 这时阿皇也因为消耗了太多力量 站不起身 不过只要能消灭鬼君 我俩还是很高兴的 就在我俩眼看鬼君 就要被俯火烧成荤之时 脚下却传来巨大的震动 然后就从外面涌入大量的湖水 我俩也是一脸猛逼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而且这湖水上涨的速度特别的快 转眼间就已经没过膝盖了 突然一股强大的水流 将我和阿皇冲散了 我想抓住他的手 但这事已经晚了